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中国网球开始在亚洲赛场 展露头角 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 李新义摘得女单冠军 这是中国网球赢得的第一枚亚运金牌 四年之后的北京亚运会上 中国男子网球全面爆发 攀兵领衔的男队 收获了男子项目的全部三枚金牌 而攀兵在四年后的广岛 未免了男单冠军 随后中国男女队都出现了成绩波动 亚运会的表现一落千丈 而随着职业化的推进 中国网球重返亚洲之巅 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 郑杰击败了印度选手米尔扎 获得女单冠军 这是自1986年的李欣义后 再次捧杯 2013年 21岁的王强开始出现在国际网谈 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 2014年 他在美网中迎来了自己的大满官 正赛首胜 而也是在这一年的人川亚运会上 王强一路杀入决赛 在决赛中击败了泰国选手库姆纯 收获女单冠军 此后王强迎来了生涯的高光时期 他击败了张帅摘下全运会的女单冠军 又收获WTA巡回赛的分战冠军 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 巅峰壮大的王强再次杀入决赛 在决赛中和张帅会时 这一次他再次以2比0取得完胜 未免亚运会的女单冠军 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位网球女单 两年冠得主 留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